刑事诉讼法施行法 其以后之诉讼程序 应依修正刑事诉讼法终结之 第三条 公社辩护人及指定辩护人 在未设置公社辩护人之法院 修正刑事诉讼法第31条之辩护人 由审判长指定律师或推示冲之 第四条 积压之延长及撤销 刑事诉讼法关于积压之规定于中华民国86年修正施行前积压之被告 其延长及撤销积压 依修正后第108条之规定 其延长积压次数及积压期间 连同施行前合并计算 前向积压之被告 于侦查中经检察官签发压票 或禁止接见 通信 受受书籍及其他物件 或命扣押书信物件 或核准压所长官未束缚被告身体之处分者 其效力不受影响 第五条程序从就 修正形式诉讼法施行前 原的上诉于第三审之案件 以系属于各级法院者 仍依施行前之法定程序终结之 修正形式诉讼法施行前 以系属于各级法院之简易程序案件 仍应依施行前之法定程序终结之 第六条程序从就 修正形式诉讼法施行前 以系属于各级法院之附带民事诉讼 仍应依施行前之法定程序终结之 第七条 施行日 本法自修正形式诉讼法施行之日施行 第七条之一 施行日 中华民国九十年一月三日修正之行 施行事诉讼法自九十年七月一日施行 第七条之二 施行日中华民国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修正 通过施行事诉讼法第117条之一 第118条第121条第175条第182条第183条第189条第193条第195条第198条第200条 第201条第205条第229条第236条之一 第236条之二 第258条之一 第271条之一 第303条及第307条自公布日施行 其他条文自中华民国九十二年九月一日施行 第七条之三 修正前以系属各级法院案件之适用规定 中华民国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施行前 以系属于各级法院之案件 其以后之诉讼程序 应依修正形式诉讼法终结之 但修正形式诉讼法施行前以依法定程序进行之诉讼程序 其效力不受影响 第七条之四 施行日中华民国九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 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第七条之五 修正前不服地方法院第一审判而上诉者之适用规定 中华民国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施行前 不服地方法院第一审判决而上诉者 仍适用修正前第三百六十一条 第三百六十七条规定 第七条之六 施行日中华民国九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 第两百五十三条之二 第四百四十九条 第四百七十九条 第四百八十条 自九十八年九月一日施行 第九十三条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七条之七 施行日及刑事保证金之处理 中华民国一百零三年五月三十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之一 自修正公布后六个月施行 自缴纳之一日起 以至前项锁定施行之日 只以于十年之刑事保证金 于本法施行后经公告领取者 自公告之日 其已满二年 无人申请发还者 归属国库 自缴纳之一日 起至第一项锁定施行之日 只位于十年之刑事保证金 于本法施行后经公告领取者 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一 第一项后断之规定 第七条之八 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施行前 一规定申请再审 经申请人撤回 或经法院裁定不回 于施行后申请再审 该事实 证据符合修正后规定者 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三十一条第二项 第四百三十四条第二项规定 中华民国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施行前 已部属于修正前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二十条第一项 第六款之新事实 新证据 依该规定申请再审 经申请人依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三十一条第一项撤回 或经法院专议非属事实 审法院于判决前因未发现而不及调查斟酌之新证据为由 依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三十四条第一项才定驳回 于施行后负已同一事实 证据申请再审 而该事实 证据符合修正后规定者 不是用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三十一条第二项 第四百三十四条第二项规定 前项情形 经申请人依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三十一条第一项撤回 或经法院依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三十四条第一项才定驳回后 仍适用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三十一条第二项 第四百三十四条第二项规定 第七条之九 施行日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 自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施行前 以系属于各级法院之案件 其以后之诉讼程序 应依修正刑事诉讼法终结之 但修正刑事诉讼法施行前以依法定程序进行之诉讼程序 其效力不受影响 第七条之一 施行日中华民国一百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二十一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三条之一 第九十三条 第一百零一条 自公布日施行 第三十一条之一 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华民国一百零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施行前 法院以受理之侦查中申请积押案件 其以后之诉讼程序 应依修正刑事诉讼法终结之 但修正刑事诉讼法施行前以依法定程序进行之诉讼程序 其效力不受影响 露天拍卖 Aaron 7986